网路诈骗案在线 有位60多岁的富人在脸书上 认识一名自称是阿富汗军医的男子 对方希望富人能够帮他转账 新台币28000元到指定账户 在警方查证后却发现 该账户为台湾邮局账户 于是苦口婆心劝阻汇款 才成功守住富人的钱包 本案发生于这个月5号中午12点 本所接获银行通报 一位60几岁的富人 在社群平台认识一名无国界医生 对方称无法把钱贿给居住在美国的女儿 希望被害人可以帮他转账 新台币28000元至指定账户 本所远警到场了解 发现对方所提供的账户 被提报为警示账户 在远警耐心的劝阻下 富人才宏然大悟 成功守住他的财彩 在此呼吁民众 网路交友 在尚未确认对方的生殖身份之前 千万不要误信对方编织的理由 要求汇款 避免落入陷阱 人才两失 警方呼吁网路诈骗层出不穷 在尚未确认对方身份前 千万不要透露个资及存款 更不能将私密照片传给对方 并且只要是以投资缴税金等理由 要求汇款的必定是诈骗剂量 请民众加强防范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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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